日本男神慕村拓哉近期饱受外界议论 因为他所属的杰尼斯事务所 传出创办人性情丑闻 又因誓言风波引发外界批评 杰尼斯事件造成多家企业宣布不再与杰尼斯艺人合作 导致他跟着被切割 个人社群也因此出现掉粉潮 慕村拓哉于本月13日 因来51岁生日 他的两个女儿牧村新美牧村光希 一脸破出多张温馨合照 包括他与大女儿新美 含着苹果片搞怪 还有妇女两半鬼脸的照片 以及过去他牵着当时年纪还小的女儿们 在游乐园拍下的合照 其中还出现了牧村拓哉与妻子宫藤近乡 坐在一起相互依偎的闪照 撕下好爸爸好老公的模样 让王爷们感叹直呼 在纷乱的一年迎接生日 幸好身边仍有老婆与女儿的支持 真好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